将二姑娘一卷裙摆,先开车帘就坐到车夫边上,带着长长的木梨,竹笛在唇边摆好架势。 青山绿水云霞漫天,鸟鸣风颂一昧翩翩。 总而言之,开平开的亲书不分,随机刹翻路过的兰家弟子。 身为六亿兼修的武林头号书香世家,兰家弟子琴其书画无疑不同,自然也对月律很感兴趣。 因此,看到自家少夫人竟然做了把笛字,准备吹奏了,于是齐刷刷放慢了脚步,准备聆听少夫人的乐曲。 毕竟少夫人用竹叶吹的小调真的很好听,少夫人的笛字也做得四母四养。 更重要的是,兰二公子弹妻弦琴,二少夫人吹青竹笛,就特别琴瑟和鸣,神仙眷侣,堪称姑苏第一般配。 献煞旁人,献煞旁人。 魏无羡在众目睽睽之下,把笛字放到嘴边,吹了一个音。 呼,呼。 惊奇满天飞鸟,那叫一个浩瀚如烟,穿流不息。 蓝忘机,众弟子,魏无羡默默放下笛字,羞涩一笑,呀,打通竹节时忘记,流笛塞了。 笛字做得不怎么样,但魏无羡性质不减,十分顽强用笛字吹了一曲。 吹得千回百折,如气如速,峰回路转,绝处逢生,生动活泼,活灵活现,灵车飘移。 那叫一个鱼音鸟鸟,不觉如履,独创然而涕下。 蓝家训练有素的大白马仰头思鸣,走成了八字步。 总之就是很惊人,感觉有对面迎敌,可具万千兵马于千里之外的效果。 魏无羡顽强地吹完一小段,看向蓝忘机,怎么不问我吹的什么曲子。 蓝忘机,蓝忘机,什么曲子。 将二姑娘腼腆一笑,此曲表达了我见到夫君的喜悦之情,名叫喜相逢。 蓝忘机,有那么一瞬间,人是有可能步入哲学的迷宫,怀疑自己过往的经验和知识是不是错误的,世界是不是虚假的。 大概可能是七月半鬼门大开,鬼见他喜相逢,毕竟这段鱼音绕梁的演奏,像极了鬼哭狼嚎,鬼听了都要迷糊。 魏无羡把笛子又凑到嘴边,蓝忘机不能再保持沉默。 别吹了。 他说。 魏无羡,扑痴。 蓝二公子发话了,他好好好的点头,一脸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,有什么办法呢你不让我吹,那我就不吹了吧的样子。 演得十分搅柔造作,但效果万分立竿见影。 走到下一个城池,众人安顿休息时,魏无羡就收到了蓝家小弟子送的新笛子。 两片竹叶吹曲子的教习,换来一根玉笛子,不得不说划算过头了。 蓝家审美懂得都懂,通身雪白的笛子,尾端悬着一根红丝碎。 拿在穿着雪白蓝家服饰的二夫人手里,看上去就特别唬人,很有仙气飘飘天下第一美人的架势。 蓝旺鸡看了白玉笛一眼,又看了一眼。 魏无羡转了转笛子,手指修长灵活,转笛人眼花缭乱,好看吧。 蓝旺鸡收回目光,喝了口茶。 魏无羡把完笛子上下研究,你怎么不说话,不好看吗? 我还以为你们蓝家人都喜欢这些白乎乎的东西。 外出远行,连鞋都是白的,就很离谱。 有的时候,人生还是应该有点别的色彩,不然岂不是太过单调了吗? 蓝旺鸡放下茶杯,什么颜色? 魏无羡性质薄薄,五颜六色。 蓝旺鸡,暂些的客栈在城内偏僻。 实在是一行人加白色大马加白色大马车太招摇过市了,客栈多多少少都住了许多人。 唯有一家生意不太好,没什么人住,容纳下一堆白乎乎的蓝家弟子。 进门就是一股尘土味,坐下椅子支呀支呀想,这些都不是不能理解。 直到魏无羡尝了一口店内招牌名菜,理解了这家客栈为何无人问津。 但蓝家众人接受良好,吃得文雅端庄,食不严,饭不过三碗,也没留下一点。 显得全场唯一坐如针毡食不下咽的魏无羡特别格格不入。 胡乱吃了一些,就回房睡觉。 客栈的房间也小,完全没有第二张睡榻可以让蓝二公子凑合。 因此分居两室,真是令人大松一口气。 魏无羡锁好门窗,吹熄烛火,在黑暗中脱下层叠繁复的衣裙。 借着月光,屋中人隐约。 发际被解开风影摇动,骨骼摩擦发出牙酸的声音,仿佛春笋在土石间寸寸生长。 魏无羡仰头,伸了个懒腰,少年精瘦身形沐浴在月华中,肚上银白光泽。 门外远远传来脚步声,魏无羡耳朵一动,将李仪丢在屏风上,翻入浴桶中,溅起细碎水花。 脚步声微微一顿,继续往前走,打开了隔壁房门。 魏无羡长舒一口气,泡在热水中难得舒展筋骨。 本就轻瘦,变成少女身形对她而言不算难,但一连几日维持着缩骨,还是有些疲倦。 因此一躺在热水中,就完全不想把自己拔出来。 直到水温下降,才慢吞吞爬出来,无精打采地把身形缩小,换上衣服。 一通折腾下来,万籁俱寂。 且不说周边萧条无人,客栈内兰家子弟也准时上床睡觉。 唯有一个魏无羡站在空荡荡房间里,摸了摸未发出空虚的咕咕声。 真的好饿。 庄母坐养十多日的江二姑娘思索片刻,掀开被子,塞了堆包裹进去。 而后轻手轻脚打开窗户,悄无声息踩着窗户翻了出去。 月华铺地,昏暗街像一道身影白乎乎飘过去,连风也要跟不上,路过庚夫,疑似自己见了鬼。 小城夜生活不太丰富,到了夜间,全城灯火都熄灭了大半,更不要说能开火做饭的酒楼。 白乎乎的鬼影转悠了大半天,本想饿着肚子回去倒头就睡。 此时她翻过几个屋顶,远远看到一处灯火通明,简直妙哉。 魏无羡施展轻弓飞身前去,随机找了一家三更半夜做生意的小楼翻了进去。 魏无羡带着木梨,十分神秘,语气低调,劳驾,一只烤鸡,一份辣椒炒肉,打包带走。 老宝,这什么恶毒的商战方式? 这里可是青楼啊。 半个时辰后,魏无羡拎着两包菜一壶酒优雅翻出墙外回家了。 咚,咚,咚。 月影重重,偏僻客栈内悄无人声,蓝家弟子一条条睡得十分短壮。 三更帮子沿街敲过,没有惊动院中睡觉的白色大马。 几条人影融入乌漆麻黑的夜里,踩着乌瓦哒哒哒哒靠近上房,掀开第一间房的瓦片,看见室内一片空空荡荡,于是对视点头,翻身从窗户滚进房间里。 鬼鬼祟祟,一看就不是干好事的样子。 他们或许疑惑这个房间窗户为什么大咧咧打开着,但没有疑惑很久,目标明确奔着床来了,甚至没有掀开被窝,直接拔剑刺乳。 不给床上人任何反应的时机,很熟练的暗杀手法,很果断的暗杀动作,很微妙的暗杀手感。 杀手面面相去,掀开被窝,一叠包裹被暗杀,哗啦啦露了一床瓜子裹人红枣点心。